一口气看完田氏齐国286年历史 田氏待齐后 齐国政权转入田氏家族 公元前386年 田和即位 是位齐太公 田和篡位后 得到了周天子的认可 被周安王册封为诸侯 公元前384年 在位两年的田和去世 其子田善即位 是位齐废公 齐废公在位期间 与诸侯战争不断 多次战败 公元前375年 田武发动政变 是杀齐废公 自立为王 视为齐桓公 在位期间前期 国家动乱 对外战争 屡战屡败 优失大量国土 后期的齐桓公 往南前世 整顿励志 对诸侯发动反击 摆脱屡战屡败的颓势 公元前357年 在位18年的齐桓公去世 齐子田因齐即位 是位齐威王 齐威王在位时期 大奸用能 励志图强 李贤重视 他政治上进行改革 修明法制 选贤任能 齐用田稷为将 孙斌为军师 孙斌 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 著有孙斌兵法 孙斌曾与庞娟一起学习兵法 庞娟后来担任魏国将军 他认为自己的才能比不上孙斌 于是派人将孙斌 请到魏国加以监视 并捏造罪名 将孙斌处以负行和惊行 砍去了孙斌的双脚 将使他埋怒于事 不为人知 当齐国使者 出使到魏国首都大梁时 孙斌以行徒的身份 秘密拜见齐国使者 用言辞打动了他 齐国使者觉得 孙斌不同反响 于是偷偷地用车 将他载回齐国 逃遍到齐国的孙斌 得到了将军田稷的赏识 后担任齐国军师 公元前356年 韩赵魏三国出兵攻打齐国 同年 齐威王与赵宋两国结盟 公元前354年 赵国进攻魏国的盟国魏国 夺取了七和富丘两地 魏国派兵包围赵国首都邯郸 公元前353年 赵国派使者向其处两国求救 齐威王采纳断干盟的建议 兵分两路 一路集军围攻魏国的相邻 一路由田稷孙斌率领救援赵国 史称为魏救赵 孙斌引兵攻魏都大梁 并在魏陵埋伏 等待回来救援的魏军 魏将鹏娟赶回应战 魏军大败 魏军主帅鹏娟被升勤 但与之有仇的孙斌放过了他 公元前352年 魏国扭转局势 与韩国结盟 和攻齐军 齐军大败 公元前351年 魏国把邯郸归还赵国 齐威战争暂告结束 同年 齐威王开始贪图玩乐 不理政事 同年 魏国攻打齐国 攻入阳关 公元前348年 齐威王听了鱼姬戒言 开始必经图治 公元前341年 魏国发兵攻韩国 韩国向齐国求救 齐国发兵救援 齐威王以田稷为主将 田英 田叛为副将 孙斌为军师 率军直奔魏都大梁 魏惠王以太子申为上将军 庞威为将 率卫师十万之中 气势汹汹突向齐军 企图同齐军一决胜负 孙斌献计 在马陵埋伏一万名 擅射的弓箭手 并营造一种 齐军溃败的假象 庞威率军追击 行军至马陵处 养军交战 放箭 快走 快走 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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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陵道之戰是戰國格局的分水嶺 魏國馬拳全面衰落 魏國稱霸的時代宣告結束 齊國大獲全勝 並援救了趙寒兩國 使得其威望上升 齊國力量迅速發展 成為當時數一數二的強大國家 稱霸東方 公元前320年 齊威王去世 享年59歲 齊子田辟強繼位 視為齊宣王 公元前314年 燕國發生子之之亂 齊宣王趁燕國大亂 太狂張率軍攻打燕國 只用了50天就攻占燕國都城祭 燕王快被殺 燕國差點滅亡 但這也為齊國衰亡埋下一患 30年後 燕昭王貴報此仇 率領五國伐齊 公元前301年 在位19年的齊宣王去世 齊子田辟即位 視為齊敏王 齊敏王即位後 依仗齊國強大的實力 穷兵獨武 想一統天下 他傲慢自大 剛愎自用 齊國反而開始衰弱 同年 齊江匡章率領齊衛韓三國聯軍 大破褚君 史稱垂沙之戰 從此褚國不得不依附於齊國 公元前296年 齊江匡章率齊衛韓三國聯軍 圍困秦國 最終攻破了韓谷關 迫使秦國割地求和 同年 燕國偷襲齊國 齊軍大破燕國 齊敏王欲借此機會滅燕 燕國派出間諜蘇秦欺騙齊敏王 勸齊國轉而伐宋 齊敏王最終決定伐宋 公元前295年 燕派兵駐齊公宋 齊國攻下數十成 公元前289年 齊召和軍攻韩 公元前288年 齊約定國伐趙 瓜分趙國 燕昭王害怕趙國滅亡後 齊國更強 燕國更弱 於是便讓蘇秦阻止了這次軍事行動 蘇秦憑藉九尺不爛之蛇 不負重託 阻止了五國拔趙 並組織齊 趙、趙、魏、韩、五國和宋公秦 但是在對付秦國的同時 齊趙魏三國 也在激烈地爭奪宋國 齊國和趙魏兩國 為了奪取宋國的控制權 而開展大戰 公元前286年 趙國攻打齊國 挫敗趙國之後 齊敏王謹接著開始攻打宋國 並吞併宋國 此次滅宋 齊國失去了楚國 趙、魏、韩等國的支持 公元前285年 秦軍越過魏韩兩國攻齊 齊國戰敗 秦國奪取了 位於宋帝北界的河東九城 同年 趙國也攻陷了齊國的據典靈丘 公元前284年 秦、燕、趙、魏、韩五國聯合伐齊 齊國國策以強凌辱 齊國之君 秦壽不如 齊國君主 人面壽心 其惡 滿盈 其罪 抛天 如今 這麼多年過去 齊國 齊國又顧忌重施 出兵伐策 但 也是通過上次那件事 讓寡人明白 只要諸侯烈國 眾志長城 合作發起 必能敞惡央善 替天行道 有關 如今 齊國 已與當年亂焉之時 大惡不同 因为他真正把一国给灭 他灭了宋国 昨日他灭了宋国 明日他又会灭了 我们在座的哪一国呢 依寡人看来 哪一国都难逃厄运 不能认其为所欲为 不能再归缩坐以待毙 诸王 我等 皆奉历代先祖后王 万千百姓仰仗 乃天护神用之一国之群 今恶其当前 伸张正义为我等天职 只要各位诸王重新协力 五国联军只用了六个月 就攻下旗的七十余城 齐国只剩墨河 举成两座城 英国大将愿意攻入齐国的都城林兹 全部掠取了齐国收藏的珍宝礼器 齐米王开始逃亡 不久被楚国将领盗治杀死 同年齐米王之子田法璋 在矩城被拥立为王 视为齐湘王 齐湘王即位之后 偏安抑郁 一直在矩城助长 在此期间 燕军将领月毅 不断攻打墨河矩城 始终未能攻下 公元前279年 即将田丹趁燕赵王病逝 心里的燕惠王与月毅不合 使用反剑计 月毅被调离 田丹暗中收集一千多头牛 牛角上绑住利刃 牛尾巴绑上稻草 急火牛阵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一千多头武装牛 尾巴上的稻草被点燃 向燕军的阵营中奔去 火牛横冲直撞 被撞到的 死得死 伤得伤 牛尾上的火 又延烧到帐篷 造成一片火海 跟在牛爵后面的五千壮士 更是趁胜追击 所向披靡 燕军溃败 以前被燕军攻占的七十几城 听说骑兵得胜 又纷纷叹延归齐 田丹收复了齐国 史称田丹复国 齐国之前失去的领土 全部收复 同年 田丹被奉为安平军 公元前274年 赵国将领燕州 率军攻打齐国 夺取齐国的昌城 高唐二帝 公元前271年 赵国大臣立相如 率军攻打齐国 攻至齐国的平易后撤军 公元前270年 秦国攻打齐国的刚毅 和受益二成 公元前265年 齐襄王去世 齐子田建计委 视为齐贡王 史称齐王剑 公元前260年 秦国派兵攻打赵国 齐国与楚国援救赵国 后赵国缺粮 齐王剑不肯戒粮 导致赵国岌岌可危 后秦国在长平之战 大败赵军四十多万 赵国面临亡国 秦国日夜攻打韩 赵 魏 燕 楚五国 五国在秦国的进攻中 忙于自救 齐王剑继位四十多年 未经受战争 公元前221年 当时秦国已经消灭五国 秦王迎政太王剑之子王奔 率军攻打齐国 齐王剑投降 齐国灭亡 自此享国825年立四十王 两个家族的齐国灭亡